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慧桥离婚 立马在娱乐圈掀起一阵热议 3月27日 根据媒体报道 宋忠基已经购买了价值约人民币2036万的夏威夷公寓 此公寓地理位是俱佳 环境与风景都很宜居 且是高档公寓和高楼林立的地区 离婚之后的宋忠基显然事业性更强了 不再满足做一名普通的演员 而是想走韩国中五路演员路线 他正在拍摄新电影《波哥大》 并且还成立个人公司当老板 来了个完美的逆袭 他在国外多次被粉丝偶遇后 状态也不错 离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宋忠基与宋慧桥也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希望宋忠基的事业也能够更上一层楼 为粉丝们带来精彩的作品吧